2022台中傳統藝術巡演活動 今年規劃了8場精彩的演出 今天晚間在大理津成功舉辦第5場 台中市大家長盧秀燕也特地到場支持 希望疫情逐漸趨緩之下 可以透過表演振興在地的藝術團體 另外也帶給民眾多元的藝術想言 舞步整齊化一一傳達青春魅力 台上的舞者表演精彩 讓台上民眾看得目不轉睛 台中市大家長盧秀燕也坐在搖滾區欣賞演出 被現場熱鬧氣氛感染 雙手也不由自主地跟著打拍子 台下民眾坐無虛席 留著些許漢地也要捧場到底 全新為今年的台中傳統藝術巡演活動 已經邁入第三年 這回更請來的九天民俗記憶團 以及在地團體正月堂 要帶給民眾不同的藝術想宴 策劃了一系列傳統藝術表演 讓我們優秀的這些演出團隊 尤其在地的很多的表演團體 可以來演出 二方面也可以讓市民朋友大家來欣賞 另類的搖滾廟會 吸引滿場民眾支持 希望在疫情出款下 振興傳統藝術表演團體 也讓民眾這個暑假增進不少藝術氣息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 到